各位你們好,我是彭慧珊 港股今天的整體走勢仍然是反覆為主 在全日來說,波幅只有230多點 主要是市場內地方面進一步表態指整體內房市場還未鬆綁 令內房股的整體走勢受壓 而且看到融創中國在市場上進行配售股份 以及出售他們自己本身的融創服務的股權 令市場對內房股來說是抱著一個審慎的態度 令整個行資無法延續上星期一個比較好的反彈 早段時間高開之後,逐步看到走勢偏遠 曾經一度由升轉跌 恆治在全日的時間來說,曾經跌到50天的二龍平均線的水平 但幸好暫時來說,整體沽壓不算太大 亦看到個別的股份亦肯出現反彈 尤其是整體中資的一些醫藥類股份 亦都帶動了市場跌不下去之餘 亦都在尾段的時間慢慢的跌幅收窄之外 亦都由跌轉升 全日來講,恆治只是輕微升到62點 升幅大概是0.25% 收市的時間暴跌是25,390點 至於國指那方面倒跌了 跌了28點 收市暴跌9085點 整體上港股可以去看 短期內向上升的動力真的不算太大 因爲我們先看看,在早段的時間來說 雖然指數是稍微高開 但是整體上升的力度是真的比較弱的 尤其是在開市競價時段的時間 整體的資金流是10億都沒有的 其實是顯示著一件事 投資者看到市是高開就不敢入市 亦都令到全日來講的成交額都收縮 全日的成交只剩下1,185.9億 比起上星期來講 都有1,13億的成交明顯是少了 以恆治的技術形態去看 現在來講,我們見到之前的指數是落到24,000點以下 低位見過23,681點的水平之後 逐步逐步地彈上來 現在的走勢會不會形成到一個 所謂的頭肩底的形態呢? 就好像20天線這個水平可不可以成功升破 因為你看到20天線在上星期五曾經一度升穿 但是在開市升穿口又再跌下來 而今天來講,亦都見到早點的時間 恆治都去到20天線的水平流上 但是亦都沒有辦法站穩 都顯示著20天線的整體阻力的確比較大 以整體的港股在未來11月整個月份的走勢 我都相信還是維持一個上落局面 亦都比較難有一個明顯的上升的走勢 起碼看來講,在短期內 指數只會去到100天線的水平附近 水位來說大概是26,000點 還是距離這個所謂的頭肩底的項線 26,500也相差大概是500點左右 以現在的整體港股缺乏一些比較利好的消息 和利好的動力底下 沒有了科技類股份可以帶動的情況下 港股暫時還是需要維持上落的局面 以現在去看回整個行指 還會繼續貼近保利加通道中軸 也就是20天線的水平繼續徘徊 請問我們多久 像是1970年 我們會有任何地方 每個日子都在寫 你們可以再一次 也會不會有任何地方